之前的选秀节目像练习生和创造101都非常火热,深受大家的喜爱,参加节目的男孩女孩都收获了不少流量,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也受到内地这股选秀风潮的影响,也要拍101了,开展钢板101。 准备催出港上偶像男团,拯救香港娱乐圈,不少网友表示很吃惊,毕竟,对于香港的选秀,还停留在选香港小姐的印象,而且很多知名影星都是香港小姐出身,就像李嘉欣,袁永怡,钟楚红都是很有名的香港小姐,香港的这道男团选秀节目叫做全民造星,和创造101一样,有上百位选手参加, 全民造星最终出现的选手,会有机会到美国接受特训,而胜出的冠军,则还会获得港地100万元的奖金,来看看部分选手们的个人叫把对比下来,港版的参赛者,则有一种发廊小哥记事感,装发造型比我们吐槽的吐床还要吐好多,打扮更是还停留在非主流那个年代。 可爱,不好意思了,怎么能以貌取人呢?难道,在今天这个看脸的世界,港版的参赛者要做一股年血流,靠真本是杀出一条血路,以千古留名。 其实嘛,香港有很多帅哥的呢,比如才华和颜值都非常在线的王家尔,超酷的港仔,一堵钢板101参赛者的个人造,不少网友议论,有一点点土味,还有一点点想看。 这些人的打扮,好像是有点跟男传搭不上边,对不起,还没有大陆酒吧,营销好看,这打算都是要往实力派走吗?好像托尼,你呢?看完有什么感觉呢?